各位朋友們,大家好!安安,大家好! 我是蘇坦,歡迎來到今天的節目 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最近發生的大小事 首先呢,中共開始公開批評996了 但是各位有沒有覺得哪裡怪怪的? 我們看一下最近發生了什麼事情 中共最高法院與人力資源保證部 他們發布了一個公文 在那個公文裡面有批評中國最近又有超市加班的現象 裡面探討的議題有包含如果員工不願意超市加班而被開除 還有雇主不願付加班費 還有比如說加班期間工商等議題 那在這裡的內文我直接念給大家聽 勞動者以法享有相應的勞動報酬和休息休假權益 遵守國家公使制度是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 超市加班提議引發勞動正義 影響勞動關係和諧和社會穩定 哇,聽起來真的是好有正義的 不過呢,中共產生超市加班的現象 已經好幾十年 黨為什麼最近才要探討這個議題呢? 在這裡我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他們講的主要是跟科技業的996相關的議題 那現在中共走的方向就是國進民退 再來最近大家應該也有聽到關於第三次分配相關的消息 就是什麼第一次分配是按照市場的原則 第二次分配就是投過一些補貼 那第三次分配就是道德分配 那什麼叫做中共式的道德分配呢? 就是黨要搶錢的啦! 就是叫你把錢要吐出來的意思啊! 你太有錢,黨會覺得你不道德 再來如果各位最近有注意到像是馬雲的事件啊 感覺上未來越來越多的人會被馬雲 但是黨在搶你的錢之前 它要想出一個理由嘛! 那剛好中國超市加班文化就是其中一個啊! 中國哪一間公司沒有超市加班呢? 前陣子中共的地鐵不是還拍了一個文青廣告說 地鐵會陪著你加班啊! 就是你工作到半夜12點 你還是會有一班地鐵可以搭的 但是為中共要收割比較高級的韭菜 就是那些馬雲們 所以他先立個判決 那接下來他可能會好好實施他的勞動法 以實施勞動法為理由去搶那些科技業的錢 所以各位看看 接下來會不會有那些公司自願自發的把錢捐給擋 各位看一下 毛澤東他一開始就是利用紅衛兵來批鬥他的政治敵人 跟他們相關的人啊! 然後後來利用完了之後 就叫那些紅衛兵上山下降啊! 不過最一開始 毛澤東他是支持台灣獨立 還有那個中國二十七快論 但是一拿到權力之後 就完全轉180度 現在習近平的做法 他在割那些已經是比較老的韭菜 比較老的高級韭菜 割好了之後 讓他自己培育出來的韭菜 那些新的公司、新的科技業 發展起來跟他有關係的 那對那些新的目前來講 他也不會關心有沒有什麼996的問題 另外,中共最近也修了海上交通安全法 而且這個法律接下來可能會引起鄰居更多的衝突 根據這個法律 從今年9月起 每一個進入中國領海的外國船隻 都必須向中國通報 然後各位請注意一下 他在這裡怎麼樣描述他的管轄的海域 就是中共國內水、領海、皮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降 以及中共國管轄的其他海域 這個定義其實比沿海水域還要廣 而且各位想一下 中共他在南海那邊蓋那些人工島礁 而且派軍隊、派民兵 然後一直說那自古以來是屬於他的區域 現在根據中共國的那種法律 任何經過南海區域的船 都必須要跟中共通報 這就是在玩他的灰色地帶 他要創造法律憲力 各位看一下,比方說有某個第三個國家的船 然後那個某某國的船要經過南海 然後把貨送到日本 照理說按照國際海洋法 他完全不需要跟中共做任何的通報 但是呢,因為中共在那邊有軍人 因為中共在那邊有民兵 他就會恐嚇那個船 並且強迫他們對中共通報 他們載什麼禍啊 然後他們為什麼要經過中國的海域 結果會造成什麼問題啊? 他通報數蒐集12345678910個 以後他就會說 從很久以前每個經過我國的沿海區域的船 都有都有通報 各位有沒有想到很可怕? 現在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 但是過了50年呢?60年呢? 他希望全世界可以慢慢的習慣 然後這樣子去搶其他國家的領土 去搶其他國家的海域 或者是共同海域 再來他立這種法 也會更容易造成跟他的鄰居的衝突啊 包括台灣、菲律賓、越南等國家 所以我斯坦希望這種法律 可以收到更多的國際上的注意 並且有國際組織出來說 你這樣子立法是不行的 是完全違反國際法的 而且是在透過那種恐怖組織的方式 來恐嚇你的鄰居 再來呢,這也是今天的突發新聞 現在中共在打duolingo 就是你自學語言的一個軟體 已經是在非常多的安卓系統的網路商店 比如說華為的啦、小米的啦 你都是下載不了duolingo的 所以中共現在連讓你自學外文都不准 他打了不惜斑馬 他取消了英文考試 現在連自學的軟體都不准你下載 這是不是因為習近平自己其他外文都不會 所以也希望他的人民、他的韭菜們 也不會講任何的外文 只會講簡化中文 另外這種倒車的方式 真的有點像當年中國啊、蘇聯啊 其他的那種共產主義國家 他們怎麼樣看待外文 因為他們一直怕被滲透 所以也不希望自己的人民 會學任何其他國家的語言 然後也會特別的關注翻譯啊 也會修改書本的內容啊 因為你會外文的話 你更容易可以得到一些真實的資料 而不是經過黨的修改資訊 那這件事情也完全證明了 中共現在完全北韓化 對習近平來說 北韓的那些領導人是很成功的案例 因為你們看北韓很窮對不對 但是人民很乖 人民完全不敢說出任何的話 人民也沒有上外網啊 人民也沒有辦法接受外國的資訊 那當然人民也不會講外文 所以這一連傳的新聞 我們看從今年春天 他們說中國文科生太多 到了每個小朋友都要讀習近平思想 到取消英文考試 還有現在打壓補習班 還有最後現在你連自學的軟體 都沒有辦法下載 完全證明了中國 不想要任何的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也不想要任何聰明的人 他需要努力 而且那些努力 他們要去做什麼樣的工作呢? 最好就是那種 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工作 就是你只能在你的小小的領域裡面 發光發熱到你死了為止 黨就可以把你丟掉 說什麼人文思想啊 社會學啊 政治學啊 外文啊 你唯一能讀的思想 就是細胞的思想 你唯一能唱的歌 就是紅歌 看看各位 最近中國也多了非常多的禁歌 不要說 我愛台妹也變成禁歌了 所以現在中國男生不能唱他們愛台妹喔 再來呢 現在中國未成年 你想打電動休想了 你一週只能打三天 而且一天只能打一個小時 你連這種很基本的自由都沒有 連這個東西他都要管 而且他很賊啊 就是會完全用那種人臉辨識的方式來限制你的自由 以前你可能可以用你的父母的ID登入嘛 現在不行了 都是實名制了 那小朋友多出了那麼多時間可以做什麼呢? 當然就是要讀習思想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學虛假的黨史跟黨總走向地獄 真的看你覺得這種狀況 中國的小朋友們也很可憐 真的是辛苦了 那最後我要講一下好的消息 台灣最近開了一個英文為主的音音平台 名稱叫做Taiwan Plus 而且是免費的喔 可以看來自台灣的新聞 也可以看很好看的台灣的連續劇 這樣子可以透過一個網路平台 來更加了解台灣的立場 我覺得終於 雖然台灣在英文的新聞方面已經做得不錯 也有很多英文的報紙 比方說有中央社的Focus Taiwan 或 Taipei Times 有即時報導一些跟台灣相關的事情 但是沒有一個完整的音音平台 所以各位趕快按訂閱喔 在這裡是他們的YouTube頻道 叫做Taiwan Plus 而且在Taiwan Plus上面 可以看斯卡羅 但是你就是要在國外才能看喔 齁 斯坦我自己會看喔 所以各位如果現在在國外的話 也可以跟我一起看 順便推廣給你身邊的外國朋友 好,今天的小分享就到這邊 非常感謝各位的觀看 如果喜歡這種內容的影片 請就幫我按讚、訂閱跟留言 想贊助我的話 在這裡跟影片下面 會有Patreon這個網站的連結 我是斯坦 我們下次見 再見 再會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看見 中文字幕——YK